我叫郑一彤 一名电视节目编导 北京此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我所居住的小区被还为管控区域 从足部出小区到足部出楼 这二十多天 我用手机拍摄了我和邻居们的生活日常 我发的场子好 回程时期 回程对待 这是自由的乡 这是我的隔离日记 4月23日 一觉醒来 我在小区的居民群里看到有人发了一段视频 看完视频后我打开朋友圈 发现所有北京的朋友都在囤物资 远在上海的朋友还给我发来一张物资清单 并附上八个大字 人生在世 未雨绸缪 这天 北京市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 公布新增新冠肺炎感染者15例 其中朝阳区12例 这是近期北京第一次出现 较大规模的新冠肺炎病毒传播 我住在朝阳区三环路东南角 此轮疫情蔓延的起点之一 最初我没有物资焦虑 直到越来越多北京的朋友发来图片 他们桌边的超市 物资已被抢购一空 我打开了自己的冰箱 饭没了 会吃 还有最后一天 可以吃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天前我联系好一位采访嘉宾 准备出差 突然社区发来通知 即日起小区被划为临时管控区 居民不进不出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放假了 下楼坐活桌 邻居们表情轻松 未曾想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排队时我遇到了大学同学 毕业后我们再没见过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们是邻居 好久没有见到认识的活人了 远亲不如近邻 这让我感觉回到了校园生活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以及一起排队做核酸检测 你今天是对打电话特别渴求的吗 我就是觉得我再不跟恩人讲话 我就没有办法再讲话了 因为我现在每一天我讲的话都是 我是九刚二九三 朋友住在上海浦东 一近两个月足不出户 他经常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倾诉 听到我这边开始管控的消息 他立刻来电慰问 一个短暂的事情演变成一个长期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事情之后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特别的带有负担 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克服这种 这种空间上面狭小的狭小的限制吧 形成你自己良好的routine 作息 然后你的routine 你的timetable 一定要跟着你自己的脑子一起行动才可以 就因为不然在这样子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很容易就是丧失一些时间秩序 你现在如果还能叫外卖的话 你最好叫一些比方说你日常需要的 你自己设想的说 你可能只是封个十天半个月了 但是他可能比你日常都会更长 对于他的一系列建议 我有些不以为然 我应该不至于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 我真的感觉跟小时候家里停电了 大家就蜂拥而出 住进这个小区一年多 我的生活两点一线 公司和家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 小区面积竟然这么大 听说有近万居民 不知是原本就有 还是这几天临时组建的 我发现小区里有好多组织 乡亲群 K歌群 摄影素成群 借鉴上海的物资团购 还出现了包子群 粽子群 大米群 汉堡群 我还在闲置群里出了些不常用的东西 做完核酸检测往回走 发现大门前堆满的人 是物资保工的车来了 社区联系了批发市场 每天都有足量的肉菜和水果供应 价格和零售市场基本无差 等待间隙 我和卖下的大哥聊了起来 平时忙吗 一经之前忙 隔离在隔离 外人也搬店 搬店也搬不出去 外卖 基本上不忙 那不上班都干嘛呢 二手机 用不到睡觉 然后用那钓要鱼 没有别的爱好 要钓鱼 在哪儿钓 周边好几个鱼坑 那在北京就是跟老乡一块玩 对 基本上都是老乡 那你们这一批都是老乡介绍过来的 对 基本上都是人家说 他来这儿当我晚了 那你还说我都会找他 我找个活干 你来吧 是我这来吧 赖太子 想离开过北京吗 没有 我们本身也没啥学历 也没啥想法 家在这边跑那去了 不想跑太远 能见你家 你测过了吧 我测过了 是吧 差老半天一个病毒没有 我看你年龄很小了 二十几岁吧 95年的 结婚了吗 没有 二十六七的话应该可以 年孩子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吧 比你大 您是哪个医院过来的呀 中日 中日 您是有试什么科的呀 我们各科都有 各科都有 对 这位医生在中日友好医院 已经工作三十年 疫情期间 全市开展核酸筛查 每个医院都要派出医护人员 不论年纪 不论资历 今天早上五点半 他们就到医院集合 有人刚下夜班 就直接过来 劳动最光荣 我才意识到今天是 五一加七 出不了小区 那就索性把小区当公园吧 两个街区之外 我的一位同事也处于管控中 他比我勤快 自己发面 种菜 运动 还会去小区里学画画 我们每天都同一时间看新闻发布会 然后彼此问候一句 解封了吗 四天过去 除了不能出小区 我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变化 外卖 外卖可以点 快递可以拿 没事 散散步 听说小区可能在五月四日解除管控 只有两三天了 附近有小区因出现确诊病例 被定为封控区 离我们也就一两公里的距离 和我们的区别在于 他们连家门都不能出 我难免暗自庆幸 阿姨这一带是 好 兄弟 不客气 这里面中午都得打包一次 阿姨 我们这一天打包好几次了 他们早上不是有人直接过来倒车吗 这两天倒不出去 打包下午专门过来 有车专门过来 那你们这一天就是增加了很多工作量的 这装垃圾肯定要增加工作量 疫情期间嘛 回程时期回程对待嘛 是吧 我经常和这位阿姨打照面 我住在楼道尽头 有时会把垃圾放门口 第二天一早再扔去垃圾站 但早上醒来发现垃圾已被收走 怪不好意思的 注意到她回收废品 我便整理家里的纸箱塑料瓶 偷偷给她放到楼梯间 一来二去她也能认出我来 阿姨是四川人 疫情之前她和四个老乡合住在隔壁小区 您来北京多久了 有七八年了 孩子呢 孩子是在老家 他自己开了一个美加店 疫情搞得很难受了 抽烟吗 抽烟吗 嗯 您辛苦啊 哈哈哈 为人民服务 您一直在这当保安吗 对 多久了 那在这也三斤多了 你们住哪呢 我们住地下室啊 晚上有人出入吗 就不让出入 一般不让人 有时候他人不听话 不让他进来他要进来 已经吵了 骂了 可定骂了 怎么骂了 算不合庭吗 保安大叔来自张家口 53岁 三个闺女 他说闺女和爹亲 但也谈不上了解 疫情前 他和大女儿每个月见一次 不过也就吃个饭 至于他住在哪个区 不太清楚 保安大叔和保洁阿姨 从家乡来到北京后 生活就被盯在了工作的地方 北京其他区域 和他们几乎没什么关系 而我26岁 来北京上学4年 工作5年 存款甚少 毫无成就 理想难寻 心气又高 生活撑不上窘迫 但离安定也很远 始终是个外乡人 疫情管控之下 我所认识的北京 变成了由不同风险等级 形成的一个个小气泡 更加陌生 随疫情而来的 不安定感 不确定性 让我越发感觉 自己的生活处于一种 临时的 摇摇欲坠的状态 留在哪里 能去何处 都是迷茫的 混乱的 就像我当下 身处管控的境遇 邻居们说 今天凌晨可能解封 虽然与此同时 朝阳区正对部分区域 升级管控 限制网约车派单 地铁和公交车 也甩站或者关闭 餐厅暂停堂时 人们居家办公 出去和不出去 差别并不大 但毕竟被关一周 如果真能走出小区 我愿意卡点等候 一秒都不想多待了 现在几点了 现在马上12点 12点多了 看来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人 并不在少数 已经过了零点 今天我们真的能走出去吗 他去通知说12点接风 我看了都是别小区 这个小区真的能走出去 都是别小区 风控管理分几个等级 我们远属临时管控区 社区内没有阳性病例和密切接触者 一周内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即可解封 但当我真正踏出小区的一刻 所谓自由的感觉 立刻就被稀释了 它更像是一种仪式 小区外十字路口 铁马还没来得及撤 一阶之隔的地方依然皆被森严 师父你们晚上就睡这儿啊 您是职业班吗还是什么 现在就疯了 马上过来掉走了 啥班也不值了 白天你们也住这儿吗 对 住在外边睡 就在外边睡 没有给你们安排住宿什么的 哪有住宿啊 您几号过来的呀 我24号过来的 24号 每天都值班吗 对 吃饭上厕所怎么解决 这准备有 吃饭送上饭 吃饭送上饭 24小时300块钱 你们都是24小时值班没有换班之类的 换换 但换班也没地儿跑就在这睡 对对对 就有几个人守在这个 师父在这儿 你们现在回哪儿啊 不知道我掉哪儿去呢 你们还要去下一个点 我绕到小区南边 发现我们解封的这一刻 对面刚开始封闭 管控的措施也更加严格 哇里边那边那个路头 整边那个小区就是那个高架条 那个路边 里面的人可多从来打车走的 哦 已经有人在打车往外走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 刚刚和我一起走出小区的人 现在好像还是不太想回家 我们小区仍被中高风险社区包围 我和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 接下来被再次封闭管理的可能性极大 于是决定出去大采购 难得出来 我们还兜了兜风 路过公司 匆匆一撇 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期待过 回到工作岗位 回去的路上 我给仍在管控中的同事送了点东西 他和我开玩笑 说像是去探监 这么多 拜拜 预感是对的 今天小区再次被管控 隔壁小区的居民来这里做核酸 被一起关在里面 听说到晚上 他们才办好手续回到家中 解封的日期也没有公布 我原计划这两天去医院 特殊情况 出入小区 需办理出入证 凭借门诊病例 医保卡登记入册 并由工作人员判断 是否紧急必须 出入证严格标注 出入时间和前往的地点 用完交回 足量收回后 居委会才能凭此前往乡里 领取新一批出入证 队伍前面有个大哥 父亲住在另一个小区 突发疾病 晕倒送院 他对工作人员说 如果父亲真的去世了 是不是可以在外面陪母亲几天 出入证数量有限 我很幸运 排了两个小时的最后 拿到了最后一张 由于周边小区出现聚集传播 我们也开始了更严格的管控 从组部出小区 升级为组部出楼 活动空间只剩楼下这一圈空地 人居多了 保安还会劝反 隔离生活已经13天了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 但我已经完全没有出门的欲望 窗户外几棵李子树开始结果 冲鸣鸟叫 阳光洒进来 我躺在床上 突然面对大快自处的时间 我非但没有放松下来 反而有些疲惫 今天就糟糕了一点 太糟糕了 不吐槽 今天就是分享快乐 分享一些 一几出来的快乐好吗 感情感情我 比赛要等分量 跟淡 ammunition 亦光情感情感情感cimento 圆弱我这一生不急风传 爱自幼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到 背 knights料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只摇摇亲戚的过往 拜拜 汶川地震14周年了 时间永远往前走 多年以后 我会怎么回首这段被封控的日子 会怎么回忆2020年以来的这段时间 它会如何被记录 以后的人又会如何看待这段过去呢 这几天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心情继续拍摄 从4月23日到现在 20多天过去 我经历了紧张 兴奋 习以为常 烦闷 期待麻木 我每天关注新闻发布会 认真观察封管控区域的变化 中高风险地区有多少 新增的病例数有没有减少 甚至比高考还要认真 我开始能体会一些上海朋友的心情 他的情况比我还更极端些 那些报道里人们的经历 已经从一个个数字 故事变得具体颗感 我想人不能靠侥幸生活 每个人的经历都可能成为你的经历 休憩于共 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有一位同事在上海隔离了50多天 今天终于可以离开 5月16日 上海开始恢复对外交通 同事抢到了今天的火车票 公共交通和出租车 网约车并未完全恢复运营 火车站距离同事的隔离酒店约9公里 他决定步行前往 幸运的是一个小哥骑电动车经过时 注意到了气喘吁吁的他 愿意带他前往车站 咱们出发 终于关闭 火车边有啊 有有有 那我通行车都有 休息一下 你坐大里不要动就行了 啊 怎么了 你这受不了了 屁股痛 屁股痛 今天几点钟就起来跑车了 六点钟 好算了 来一个 好好好 好在那 你 好到那口了 从这里进去 就就从这进去是吧 对对对 只有这个通道排的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行谢谢你啊 行谢谢小哥 我直接转红包啊 是 多拉一些人多拉一些人 后面很多人都没有车 坚持住啊 好好好 进入车站需要凭借当日车票 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和24小时内抗原阴性报告 不少人没抢到车票 就早早来到车站附近等候 有人直接睡在路边 什么时候抢到票 就什么时候走 他们还要时刻关注自己的核酸报告是否过期 他们大多数从数十公里外赶来 或花高架包车 或骑共享单车 甚至步行 送同事来的小哥告诉他 有个从金山区过来的老太 骑单车走走停停 花了两天时间 考虑到北京现在严格限制进出 同事计划先惊停其他城市 就地隔离 明天不走都在这儿吗 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的时候 看到社区发来通知 我们小区解除管控了 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分发出入证 还特意提醒我 一定要贴照片 但拿到出入证的这一刻 我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脑子空空 不知道可以去哪儿 也没有任何想去的地方 看来我的思绪还处于管控中 而隔壁的南新园社区 陆续出现了26例阳性病例 正将全区将近5000人转运 进行集中隔离 我的头发已经一个多月没剪 比划一下 租租长了4厘米 没有任何一家理发店开门 听说有理发师在户外免费为居民理发 我欣喜若垮 这也是解封这么久后 我第一次离开家 Tony老师叫阿龙 这是他免费离发的第二天 昨天16个人 他忙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今天他叫来另外两个同事帮忙 他今天工作量还挺大 他的理发店已经停业一个多月 公司为每个员工发补贴 一天一白 他有不少顾客就住在这个小区 多少有些感情 您主要帮我把后面跟两边最后的 对对对 我最后觉得不是美发 觉得是中心 但是我是因为喜欢 因为喜欢美发 就是做的美发 我做美发的时候 我家里边不支持 就是我过去那时候 我很清楚 就是我一个年度化那一年 我没学会 我过去回家 我都不敢回去 他们有这么不支持 有啊 我爸说了 你回来以后就不能出去了 我小的时候是不愿意上去的 今天打个家 收工了 其实我骂个鼻子说 说你儿子长不好了 所以以后长大了 活不好 孩子就这个孩子 就说我以后长大了 也看不了多好 别人在同时看不起一个村 我不想让我们看到我就哭了 我只能说我要带起来 给他们希望 就让他们多 给我自己的一个改变的时间 让他们看到希望 二十四岁时 阿龙开始做公益活动 免费给孤寡老人理发 他说 他希望别人看到 他不仅不会变坏 还会成长为一个好人 做公益就像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 看一看 不用看 挺好的 解决一个大问题 剪完头发 从头开始 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市累计报告 1642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每日依旧有新增病例 从上海离开的同事 结束了集中隔离 如果顺利的话 将在六月二日返京 而我的另一个同事 因为和感染者有时空交集 从今天开始 七天居家隔离 加七天健康监测的生活 而我 解除管控后的这几天 还是很少出门 我把拍摄的素材 导入电脑梳理出来 这就是我的隔离日记 备份到电脑后 我把手机里的视频全部清除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相册里会有新的东西 视频